我昨天已经要求交通部告知华航 以后运送物资的时候有台湾can help 接下来也许我们可以让华航快一点 在机身或者其他部分多一点台湾的标志 但是我们把那个台湾都弄得很大 海纳百川 刨根问底 欢迎收看海边面 我是一哥 最近台湾民进党当局又玩起了改名的闹剧 这次他们要把中华航空的英文名 从China Airlines改成台湾 Airlines 来看看蓝营是怎么评价的吧 笑你不敢 此言何意呢 第一就是航权的问题 据台湾的航空业界人士透渡 华航若真的改名了 很多航权不一定能够直接接手 而所有的合约也要重迁 这带来的损失大概是10亿新台币 您说花10亿就为改名 这不是吃饱撑的吗 第二呢 华航的商与又受到损失 华航成立于1959年 历史悠久是商与良好 人员服务品质曾经在世界评论中排名第一 其他各项服务呢 在这个国际评论中往往也是名列前茅 所以说中华航空这四个字 那有很大的品牌价值 您帮我然把名字给改了 是不是你这激烈的商与就作废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啊 民进党当局毒血上脑 把这个华航改名 它硬干到底 那样的话 估计华航啊 就离关门大吉不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